我们第二部分先讲讲 实验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追问这家公司它底层的逻辑 那个更本质的认知是什么 我们先看看表层 实验它是一家跨境的 自由品牌的快时尚电商平台 但是这种快时尚电商平台 其实有很多的 它到底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们在研究实验的时候 发现他的创始人经常在各种场合 会说一句话 他说 薰将继续在人人尽享时尚之美的品牌使命之下 不断深入践行快速供应图版或一致的产品 持续把良好的产品填带给消费者 最近一次呢 是薰浩天在他的公司商大会里面 讲过一次这一张话 这里边的关键句叫做 人人尽享时尚之美 我念出这个关键词 这关键词其实让你感觉到 它好像是一个在时尚领域准备深挖的这么一家公司 那关键词好像是时尚 所以 是因为它是不是一家时尚公司呢 我希望大家听这门课的时候 这个时间你就可以在脑子里画一个问号 它是不是一家时尚公司 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 那我们讲到时尚的时候 我们就来看一看时尚它到底是什么 我会发现大家对时尚的理解其实完全不一样 而且似乎好像有点矛盾跟相反的意思 比如说大家看这张图 有些人说时尚是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崇拜 有人说时尚是跟大多数人不一样 但是我又跟少数人一样 时尚是一场没完没了的人气竞赛 时尚它一旦确定就开始改变 身体和衣服 人和世界之间这种不平衡和矛盾的关系 既是时尚的不节动力 也是时尚存在的意义 时尚它是一个轮回 说的不仅仅是服装的款式 有些时候反时尚也是一种时尚 时尚大多数情况下是富人的特权 好 当我讲完这些对时尚的不同人的理解的时候 想大家一定或多或少有点疑惑 好像大家讲的不是一回事吧 好像有点矛盾的感觉吧 确实是这样子了 这里边其实是存在着一组矛盾的 这个矛盾就是 它时尚到底是小众的还是大众的 时尚它是引领的还是追随的 时尚它是越挤的还是越人的 时尚它是人时尚 还是那个衣服时尚 时尚它是持久的还是义事的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关键词拿出来 仔细推敲的时候 你会发现 好像不像我们理解的那么简单 我们简单理解时尚 好像就是美的潮流的流行的 好像不是那么简单 当你对它真正深刻洞见的时候 你才能发现 快时尚跟时尚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们刚才捏出这两个矛盾 其实正是快时尚跟时尚的区别 这时候给大家引入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在商业圈 商业创新里面非常重要 它叫价值创新 价值创新指的是 不是以现有的顾客需求为导向 我们找到一个细分人群去开创市场 而是以需求反过来重新定义用户 用户它不是人 而是需求的集合 找到行业的非顾客创造共性价值 这叫价值创新 给大家讲一个案例 是任天堂 你发现任天堂是卖游戏机的 但是我们一想到 玩游戏的是什么人群 我今年40多岁 我们小的时候 玩游戏机的时候 是去到游戏机房里面玩街霸 卡卡卡 这个游戏机 再往后上大学的时候玩CS 再往后很多同学 开始玩王者荣耀等等等等 你脑海里面大概是有一个印象 玩游戏机的是那一帮人 但是任天堂 他所抓的游戏的用户 不是那样的一群群 他所抓的场景 也不是那样一个场景 他真正抓的用户是家庭用户 他真正抓的场景 是在家庭 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如何通过游戏 来调剂家庭氛围 让自己的家庭有点娱乐感 有一个家庭的融洽感 是那样一个游戏的场景 所以他真正的用户 是家庭用户 这个家庭用户 就不是传统的游戏 这个产业所定义的用户人群 但他是一个更大的人群 他就打破了原来所谓的游戏 本身那个市场 给他定义的应该长什么样子 好 这就是价值创新 我们反过来用价值创新的概念 来看快时尚跟时尚 你发现 Shin还有Zara 他们所定义的用户人群 是25岁左右的年轻女孩 这个人群 根本就不是原有时尚大牌的 用户人群 所以价值创新 不是在原有时尚人群里面 找到一个新分人群 把他们钻透 不是的 而是找到这个市场原来不具备的人群 原来没有挖掘出来的价值 挖掘出来去覆盖那个市场原来没有的用户 所以快时尚 它不是更快一点的时尚 快时尚跟时尚 这两个行业是在底层逻辑 用户人群 发展脉络 都完全不同的两个行业 所以我们用一句话再看一看 它的品牌主张叫做 人人尽享时尚之美 刚才我们看到那关键词好像是时尚 但是我们分析之后发现 似乎在这个品牌主张里边 人人好像更加重要 因为在传统大牌里边 并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得了的 它是一个富人的游戏 它是一个引领的游戏 它是一个跟大多数人不一样 但是跟少数人一样的一个游戏 那是时尚 但快时尚是人人的游戏 所以跟时尚相比 人人似乎这个关键词 它更加重要 讲到这里边 我相信大家已经对时尚 跟快时尚这两个行业的区别 有一点点认知了 但你脑海里马上会出现一个问题 好像是这样子 但是ZARA不是说这样吗 那么时尹跟ZARA 它有什么区别呢 这里边我们要引入混沌一句话了 混沌很多同学非常熟悉的一句话 叫做 与其更好不如不同 但是我们要反过来说 与其不同不如更好 我们为什么要与其更好不如不同 那是因为我 当我要找到一个跟主流公司 不同的市场空间的时候 那是错语竞争的逻辑 但是与其不同不如更好 是不是也是一种选择呢 其实也是的 战略的反面也是好战略 所以快时尚这个行业 其实已经是被ZARA这样的公司 证明过的一个赛道 它的潜力巨大 所以只要在这个赛道里边 你找到ZARA没有做好的地方 比它好一点 你就有机会比它做得更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行业里面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首先在快时尚这个行业里边 第一拨人 就是类似于ZARA这样的公司 他们是以线下门店为主 我们称它叫快时尚 但后来呢 发展出一个新的小品类 叫超快时尚 他们以Fashion Noah这样的公司为主 他们呢 砍掉了原来的线下零售的场景 跟中间商 比他们更快一点 但现在新一位代表的公司呢 我们称它叫技时尚 它比超快时尚还要快一点 它继续砍下了更多的人 我们这里砍下更多的人 带个引号 不是真的砍掉了人 而是降低了人在整个系统当中的重要性 这些人包括设计师 买手 网站的运营人员 包括模特 原来可能在各种时尚公司里边 这些人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在一个新的系统里边 这些人不像原来那么重要 不是他们不重要 不像原来那么重要 当我们弱化他们的时候 其实把原来由人提供交付的一些环节 变成由机器 由产品来提供交付 这叫做服务的产品化 从生产到交付到消费 哪些环节还在被人来交付 被服务来交付 当它被产品化的时候 你的效率就会指数级的提升 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洞见 在混沌上有一门课程 是装成超奖的 便利峰 他当然有句话非常打我 他说 每一个有人的环节 都会导致效率低下 便利峰要做的事情 就尽量让整个系统 在一个产品化 在一个尽量去人化的系统里边 完成商业必复还和交付 这时候你的确定性是最高的 在我们看来 shee也走在这条道路上 有一本讲Zara商业成功的书 叫做从零到Zara 原有句话是这么讲的 他说Zara提供的不是原创 而是搭配 Zara的秘密不是速度 而是准确 门店每天两次提供数据 这句话讲的也是 他那些与传统服装公司 不同的地方 门店每天两次提供数据 在当时一定是远远领先于 当时那些服装公司的 但是在现在的时代看来 SHIN所代表的这个数字化时代看来 每天两次提供数据 它太慢了 太慢了 我们看SHIN它是怎么做的 SHIN它的数据来源 也有买手 也有线下店面 但是跟买手 跟线下店面相比 更加重要的是 它的线上的系统 它通过定时全量的线上爬虫 在各种时尚网站 各种竞评网站当中 抓取数据 然后快速返回到企划端 在企划端的设计打板摄影 都是SOP化的 一套系统下来 摄影出现的模特的照片 在系统里边会变成 广告端的广告素材 广告素材会被第一时间 传送给APP 以及它的广告投放媒介 吸引用户下单 引导用户下买 然后就是交付 物流 配送 仓促等等这个环节 这是它的整个业务逻辑 你发现在整个业务逻辑里边 在前台中台跟后台 都有效率提升的机会点 在前台ZARA 它是以线下门店为主 而SIN是以线上为主 这个环节 大家比拼的核心能力 是需求的捕获 在中台企划这个环节 ZARA是以设计师驱动为主 而SIN是以数据化驱动为主 这个环节 大家比拼的能力 是测评的能力 在后台供应链 跟旅约这个环节 ZARA是西班牙的供应链 SIN是中国广东的供应链 所以这个环节 大家比拼的是交付成本跟效率 就这么一对比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在前中后台 每个环节 似乎ZARA都有效率提升的空间 似乎SIN都有超过ZARA的可能性 所以在2013年左右 那时候SIN还非常的小 许阳天就已经意识到了 SIN有超过ZARA的可能性 而我们看当时SIN有多大呢 这张图甚至都没有收集到 2013年的数据 而2013年左右 ZARA已经是150亿美元左右的收益 你再看他们的营收状况 这几年 SIN从151617到2000年 连续6年100%以上的增长 2021年 就是去年 它的收入几乎快追上了 2020年ZARA的收入 但大家看这个图 已经看出来了 虽然现在 SIN跟ZARA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这个差距 已经不是像之前那样 远远的差距 好像已经是个很近的差距 虚与可置的一个差距 所以我们大胆的判断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 35年之内 SIN是有非常大的可能 超过ZARA的 所以你能够在2013年左右的时间 就能看到这个机会点 这不就是远超他人的洞见吗 这是一种逻辑的眼神 你在逻辑推演 每个环节当中 找到那个逻辑关系 知道它必然发生什么 而且我们可以走到那一点 就是我们商业之美 我们为什么研究商业 要研究理论 就是希望理论 指引我们看见未来那些 你通过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我们总结一下 如果迹象时尚之美 跟ZARA太一样的话 我们加一个字 叫做人人迹象 即时尚之美 所以他干的跟ZARA 好像是类似的事情 但比他更快 比他更即时 从快时上到即时上 这样一个区别 我们大概就讲到这里边 我们洞见一下 吃饮到底有什么底层的认知 当我们笃定一个 底层的道理的时候 其实事情就非常简单了 笃定一个逻辑 干就完了